哈囉 這樣子應該大家看 欸等等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開始計時 我忘記那個F4 欸 欸 對 沒錯 對 沒錯 那 在右上角有一個Option旁邊的影片 喔 謝謝 謝謝好棒 那 那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是 就我是TOEDVER團隊成員PEN 那 那我今天主要就是來介紹 TOU 然後 COS API 以及我們希望徵求的對象 那 等一下 那 TOU 是一個 是一個對開放社群 複合興趣的學生跟 跟一群人所組成的 那我們實踐就是 對每個人開放 然後 支援需要的人 就把課程開放給所有人 並給予 足夠的支援及協助 這樣子就是 這樣就是我們的核心目標 然後 然後 呃 等一下喔 然後 COS API就是在TOUDU 各種可能性探討 公司對話 以及無數次的討論中 所得出的精華 那這個各位可以自己看 那 那接下來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就是 你覺得什麼樣的課程平台 可以讓你成立於學習當中 呃 好 那 那我的回答就是 就是 就跟看Nephys一樣 就是Nephys 啊 我直接把它丟上面 就是Nephys 透過強大的推薦功能 讓使用者可以不用擔心 關鍵字搜尋的問題 就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電影 那所以說我們也希望學習 可以像Nephys一樣輕鬆 所以說我們就打算效仿去製作一個 以推薦為主導的開放課程整合平台 然後 欸 按錯 然後 呃 等我一下 我 然後另外Nephys除了這支節目之外 他也整合了其他優秀電影公司的電影 現在其中加入非常完善的推薦機制 那我們考量到就是開放平台 目前已經非常的飽和了 所以說 我們打算把目標放在推薦影整合上面 那我們賣點會是用現代的AI 優秀的推薦機制和完善的課程整合 讓使用者可以樂中甚至乘你學習 那我們看一下Nephys是什麼 怎麼實現這個東西的 首先他的首頁會先播放 觀看者可能有興趣 或者是正在熱播的影片 然後接下來他會開始推薦 使用者可能有興趣的影片類型 呃 然後Nephys他是以主動推薦 而非被動搜尋為主導的電影探索模式 就是使用者其實不用靠搜尋 而是靠信用去餵 好 然後 所以說我們的Course API是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大北門就是投放Course API 目前的熱門課程 然後下面的部分就是依據主題看板 去列出使用者可能有興趣的課程 然後按摩模式 好 然後 然後我們追求對象有 有五類 那我先講第一類 第一類就是不用寫程式碼的 就是推薦 天津研訊法架構師跟開發Coding配料 那第二個是前端 就是UI主鍵實作測試人員 以及內容JS的頁面工程師 第三個是後端 就是API內容架構師 以及Mock API的工程師 第四個是設計師 就是自己看 那第五個就是爬蟲的部分 爬蟲的話是補選爬蟲文件 以及NTU跟EDU的爬蟲 好 那感謝各位的聆聽 如果各位想要 各位如果 如果覺得我剛剛跳太快的話 你們可以直接掃這個QR Code 或是等一下來我這邊一起討論 那TOUDU都是一群 都是一群非常非常非常友善的人 所以說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 那也可以加入我們下面的Stack 好 就這樣子 謝謝各位 感謝潘帶來精采的開放式課程 和平台Project的介紹 那歡迎有相關技能的人都跳坑 接下來是由Peter要帶來連續兩 請看 大家可以看到